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炒猪肉是一道家常的小菜 但是有的朋友就会发现 炒出来的猪肉会发财发硬,很难咬 特别是一些牙口不好的老人 记得直接不吃哦 今天教您一招,简单几步 让您吃肉时就像吃豆腐一样嫩滑 即使是牙齿不好的朋友,也能够咬得动 让我们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准备一块猪里肌肉 我们将它表面的筋膜先剔除掉 筋膜的口感不怎么好又不好切 而且还比较难煮熟 所以,我们要把猪上面的筋膜切除掉 这样处理过后,留下的就全部都是瘦肉了 口感就没有那么萌芽了 现在我们将肉切成薄片 切的时候呢,要切得薄一些 肉片越薄,口感越好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放入冰箱内冷冻半小时 会更容易切片 而且短暂的冷冻,还可以使猪肉排酸吃起来更健康 还有,切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切猪肉的时候,要逆着纹路来切 这样可以把猪肉上面的纤维给切断 这样切过的猪肉就会比较松散一些,会比较容易入口 同时呢,也更容易入味 所以以后切肉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 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成品 好,切好的肉片呢,我们先装入盘中 跟着呢,我们准备一块生姜,将其切成薄片 再切细丝 可能大家都知道,生姜是去心蒸香的一把手 却都不知道,其实生姜汁还是天然的嫩肉剂呢 再准备一把小葱 一桶切成小段 切好的葱姜,装入小碗中 同时往里边来加入少许的食盐 几粒花椒 然后加入温水没过葱姜 跟着我们下手用力装揉出葱姜汁 用葱姜的汁水来腌肉 不仅能够去心蒸香 而且生姜汁也是天然的嫩肉剂 用它来腌制猪肉,口感鲜嫩油多汁 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可以使葱姜水入味 这样大概装揉两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这样一碗葱姜水就调制好了 现在我们用漏勺过滤出葱姜汁 现在我们把调好的葱姜水倒入肉片里面 就可以用葱姜水来腌制肉片了 这里注意到的时候要少量多次的加 加好了葱姜水之后 用手来抓拌一会儿 让里面的肉片吸收掉葱姜水 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打 少量多次的加入 次数可以是三次、四次、五次 根据肉的用量决定 每次加入后都要下手把里面的水分抓干 让肉片完全吸收水分 猪肉吸收水分之后 吃下来口感就会更加的嫩滑 就一直重复这个步骤 直到肉片再也吃不下水 而且一定是顺着一个方向搅打 至肉完全吸收水分 既然肉馅完全锁住水分 吃的时候顺滑细腻 肉质饱满 腻着搅打 肉片会把吃进去的水都吐出来 不幸您可以试试 经过多次的加水后 现在的肉片已经吸收不进水分了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做最后一步 现在我们家里边加入一大勺的淀粉 继续抓拌一会儿 把淀粉和肉片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加入淀粉的目的 就是为了锁住肉片里面的水分 从而增加嫩滑感 抓拌好了之后 这会儿我们来看看肉片 是不是看着就水嫩嫩的呢 现在放一边盐制个五分钟左右 这样肉片就腌制好了 接下来锅中烧水 水撕开胃开的时候 把肉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 放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盘全部倒进去了 这样容易发生粘粘 而且整锅水拿都会变得粘糊糊的 淀粉也全部融入到水里了 将所有的肉片下入完毕之后 先不要着急推动 将肉片煮着定型之后呢 再推动 轻轻用铲子推动 防止它粘住锅底 两分钟以后 肉片就已经熟了 就可以控水捞出来了 因为我们的肉片呢 切的很薄 而且都是沸水煮开 一两分钟左右呢 足够成熟了 这个时候肉片非常嫩滑 非常好吃 将肉全部捞出 我们可以看到 猪肉变得非常的软嫩有弹性 用这个方法来腌制肉片 不管我们是拿来水煮肉片 还是炒肉片 做出来的猪肉都会非常好吃 吃起来那就像豆腐一样嫩滑 众所周知 豆腐非常的软嫩 轻轻一碾就碎 今天就让你来看看 我们这个肉片的软嫩程度 取一片猪肉放在翘板上 用刀面轻轻按压一下 可以看到很轻易的 就可以将肉碾碎 非常的软滑嫩吧 真的跟豆腐一样嫩呢 如果您炒肉片也经常发柴 那么下次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腌制肉片 接下来就用它跟你分享 传单肉片的炒制方法 先将其放在一边 这边准备两个青椒 去掉头位 再对面切开 然后取掉辣椒籽 跟着我们将其切成不规则小块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跟着准备一根西红柿 对面切开 去掉西红柿地 再切成不规则小块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挤斑大蒜 一段大葱 把大蒜切蒜片 打葱切成薄片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这会儿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适当的鸡精 再加入少许的白糖提味 跟着我们加入一大小的生抽 一勺的蚝油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这会儿 我们用勺子将它完全的搅拌开 把调料完全搅拌溶解之后呢 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取锅烧油 油温烧至15层热 我们把蒜片和大葱放进来 中火慢慢煸炒出香味 炒上之后呢 就可以下入西红柿了 继续煸炒 煸炒出西红柿汁 把西红柿煸炒一分钟 出汁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穿到好的肉片 青椒段 还有料汁夹进来了 在此边炒一分钟 这里要用大火爆炒 才能充分激发出它的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哇真的好香呀 这样炒出来的菜 真的是入味好吃 更香 出锅装盘就可以享用啦 今天这道青椒炒肉片 学会之后 保证您炒出来的猪肉 瘦肉软嫩如豆腐 肉可即化 特别的美味 不会再发财小不动 青椒炒嫩油入味 两碗饭根本不够 好了 今天的方法就分享完了 如果您看完有食欲 或者您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点击我的视频头下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别忘了关注我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期再见哦 再见